你怎麼想說 Rich 假設我是一位你的患者 你怎麼說 好萊塢動作巨星布魯斯威利 再次回歸大一幕 在動作片《惡夜救援》中 飾演退休警察 家中遭到強匪闖入 挾持家人 威脅他的醫生兒子 為受傷的同伴醫治 為了擺脫控制 他決定鋪而走險 聯合兒子與歹徒搏鬥 翻轉壽制局面 法國電影《在你身邊》 改編《真人真事》 描述同為社會福利工作者的好友 成立非營利組織 培訓貧困的青年擔任照護員 照顧自閉症重症患者 經營之路勞心勞力 不料卻遭到政府關切 質疑機構運作的合法性 因此讓他們陷入蠟燭多頭燒的困境 電影寫實刻畫社會陰暗角落中 仍有溫暖的人性光輝 日本電影《說再見前》的30分鐘 以青春音樂故事聚焦死亡議題 個性邊緣的南大學生 撿到一台隨身聽 嬰兒和已經過世的隨身聽主人 靈魂交換 神秘的靈魂深浅是樂團主唱 他藉由附身在南大生的機會 與昔日的夥伴重溫音樂夢 研究30多年對於醫療科學的熱情 來自遭受癌症之苦的家人 艾莉森自己更是速度遭到癌症侵襲 電影除了記錄艾莉森的抗癌之路 也帶領觀眾見證重大醫學成就背後的努力 中央社綜合報導